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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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这 给我 我发现你这手是挺巧的啊 在部队训练过 私交部包扎伤口 每个女病都会 是吗 带上看看 来 行 特好 谢谢你啊 叶芳 你今儿找我 什么事啊 你今儿怎么没去找春生他们呀 去啊 一会儿就去 去哪儿 十海兵场 一大早上小六就过来叫了 说着那个 你是不是还不知道那事呢 不知道什么呀 就是你哥约大伙大伙滑冰啊 他跟那个谁 你真不知道呀 贺洪凌 对 意思是说吧 这俩人这回有戏 所以约着大伙一块滑冰 这可是头一遭啊 怎么哥头一遭了 你看啊 原本的吧 这贺洪凌一直是齐天带着的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让你哥约出来了 我们大家都以为 这贺洪凌是喜欢上春生哥 你哥根本就没戏 但真没想到 这次就让你哥真约出来了 厉害啊 那你觉得 贺洪凌喜欢我哥吗 趁你怎么问你哥去 是不是真喜欢 能看得出来 是吗 那要是谁喜欢你 你也能看得出来 当然 是吗 一会儿 你们什么时候去啊 我们约的下午三点 你这儿怎么查 我叫个朋友一起去 成了 那咱就一块去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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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一块去呗 有点滑不动啊 要不你先玩吧 正好 我给你买点糖糊出去了 去吧 那我去了啊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不可能 你又知道 我当然知道 行 那你说说呗 我想什么呢 吃醋呗 还得装没事人 说中了吧 不是 我没事琢磨你干吗呀我 你看啊 国华家条件好了 对你又好 这不挺好的吗 我高兴还来不及 那我吃什么醋啊 没说我是为了刺激你呢 不是 你刺激我干吗 你怂啊 干吗 不服啊 心里喜欢谁都不敢承认 还在那儿假装义气 口是心非 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贺洪林同志 你误会了 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总得允许有人不喜欢你吧 得 我走了 来 叶晓 来 叶晓 来 莫华 来 叶晓 糖葫芦 正好馋糖是不是 怎么这么久啊 排队人太多了 快尝尝吧 这家味道特地的 天儿这么冷 坐下吃碗馄饨吧 小梅 行了 鸿鸟呢 有事先回家了 老板 来 去碗馄饨 好的 莫华 搭把手 来 你猜我刚才碰见谁了 谁 赵燕 哪个赵燕 就咱初三那会儿 把里的那个团支部书记 人长得白白净净的 你不还喜欢人家来着吗 就你瞎说 谁告诉你我喜欢他的 你自己跟我说的 忘了 就那会儿咱们俩 在门头狗学农的时候你说的 你当时怎么说的呢 行 打住吧 少编排我 这事我信萧春生 你信他干嘛 那会儿你还不认识他 用不着认识 我压根儿就不相信 他会喜欢别人 也不能这么说吧 早晚都会遇到的 我还是告诉你 我真遇到你了 歇息斗争心弄像呢 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谁啊 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啊 我都不认识 你上哪儿认识呗啊 说说 就在东城区 约会 二条八口那个 我跟你说啊 那里边有一个书顾 里边是文革以来 历次运动超过的书 满坑满谷 都是平时见不到的竞书 怎么说上书了 说姑娘呢 谢谢大爷 谢谢 我刚说哪儿呢 就这半年前 我发现这书库 有一天庄 特别容易撬开 这半年 一直到一个月以前吧 我就时不时地 偷溜进去看书 我刚开始看书没多久 我就发现有一姑娘 偶尔也来 也是走了天庄 可是我一直没见着面 光从她的脚印 还有她看这书籍 我就能知道 她一定是个姑娘 可是我怎么也碰不着她 我就急了 我就一连好几天 猫在书库里 你猜猜 怎么着 怎么着 终于让我蹲着她了 好看吗 那当然了 后来呢 后来我不敢惊动她呀 我就坐在那儿 悄悄听她翻书 她偶尔笑 偶尔也哭 你别说啊 这姑娘还挺有学问的 八成是智诚分子家庭出身 喜欢看一些外国文学 还有医学知识之类的书 最牛的是 她还能直接看外国人呢 可不是 她走了之后 我就去翻翻她看的书 有时候她想看什么书找不着 我知道在哪儿啊 我就给她搬出来 搁在离她最近的书架上 就这么说 都过了一段时间 大概一个月前吧 就是你碰见洪灵那天 我就下进决心 要跟她见个面去 然后呢 然后 然后我就从我这个地方 往她那儿走 故意发出些小故障 她吓话了 就躲我 眼看我是要追上她了 可没想到 怎么了 书库门突然开我 那看书库的人 老听见有动静 就以为闹鬼了 就带着保卫科的人 接了封条进来检查 刚一进门 就听见那姑娘的小呼声 一下子就给抄过去了 这可糟了 那后来呢 我眼看那姑娘 就要倒霉了呀 还好我临机一动 把那书架一推 咆哆一响 他们想当然 就以为自己方向错了 就往我这边来了 他们哪想得到 偷看大毒草的敌人有两拨 声东击西 唯唯就正 差不多就这意思 那后来呢 那姑娘脱险了吗 当然了 那你呢 我 我就被他们抓起来了呗 那你后来怎么着了 就这点小事 难得住我萧春生嘛 放心 寻生而退 什么事都没有 只是可惜了 再也不能去那儿看书了 姑娘呢 早没影儿了 再没见着 合着你连话都没跟人说过 你就喜欢上了 告诉你 根本不用说 光看她看着书 我就知道她心里想什么 那 找找啊 怎么找啊 她应该也在找你 你救了她 她肯定知道 你知道那姑娘长什么样吗 当然知道了 那还不好办 画呀 就像你画我一样 对呀 春生 画出来呗 对呀 画出来 也挂病厂上 大伙帮你一块儿找 没准我还认识呢 要是画不出来 那就说明有问题了 有什么问题呀 有什么问题呀 说明没这人呗 她在这儿编故似的 老板 来的时候过来藏 春生 你刚说这姑娘 真有这人吗 你这话问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说闻的 你们谁要吃糖炒栗子 跟我走 我吃 走 走 秋梅 你吃饭肠吗 那我过去了 你是我 想什么呢 方总 我说你们今天都怎么了 突然这么关心我 我想给你个忠告 行 你告吧 别害我哥 不是 我怎么害他了我 你要把贺洪林让给他 你怎么知道 报纸上灯了 还是你们部队传达了 别跟我耍频啊 那天我在都看见了 面人都看得出来 你不会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吧 谁也不傻 除非装傻 别人傻不傻我不知道 但是你是太聪明了 要不是我哥 我才没嫌妇不管你们这何事 方总 我告诉你 他也是我兄弟 比亲兄弟还亲的那种 我只知道 国华他现在喜欢贺洪林 贺洪林也没有拒绝他 我就是觉得 她是那种特别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的女孩 她并不喜欢我哥 本来你们两情相悦 无非就是我哥一个人难过几天 可非你这么一弄 现在谁都不高兴 你自以为义气 被兄弟牺牲 我告诉你 幼稚 这样下去 早晚有一天我哥会恨你的 你最好好想想吧 陈一步 他和贺洪荣 别管他们仨的闲事 对了 你今儿是怎么了呀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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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三 三 吓我一跳 大阪不跟自己屋里呆着 跑我这儿干吗来了 等你啊 疼我干吗 聊聊 不聊 困了 聊聊聊 你干吗呀 让妈听听了得骂死我 我给你的许国璋 怎么变成流行歌了呀 管的还挺多 我问你 今儿下午 后来你找春生聊什么去了 正事 什么正事啊 贺洪霖是不是正事 要她干吗 就我上次给你这个的时候 有句话你怎么说的来着 哪句啊 你说 人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我喜欢贺洪霖 我真喜欢她 可她不喜欢你 你什么意思直说吧 你是不是想说 你觉得贺洪霖喜欢萧春生 不是我这么觉得 是所有人都这么觉得 而且萧春生也喜欢贺洪霖 你应该能看出来 哥 你说你内心跟明镜似的 你为什么呀 怎么我心里就跟明镜似的 你知道萧春生在绕你 知道贺洪霖别有用心 贺洪霖有什么用心啊 她拿你当枪使 故意气萧春生 还有啊 她觉得你能帮她 咱家能帮她 或者两者都有 人是很复杂的 比如你 我又怎么了 一方面 你觉得自己比萧春生强 另一方面 你觉得自己样样不如她 叶峰 你胡说八道有点过了啊 甭说了 我要睡觉了 出去 叶峰 你觉得我比不上乔春生 到底是贺洪霖觉得我比不上乔春生啊 还是你这么觉得呀 把门给我带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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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醒了 睡不着啊 被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困了 走 陪着睡觉再 等会儿 我问你 你是不是 也喜欢何洪林啊 陈生 咱俩一块儿长大 打小你就样样比我强了 但甭管什么 你从来都让着 我心里也清楚 要是没有你 咱们这帮哥们也不可能服我 我也知道 齐天他们看不上我 就连我亲妹妹 可能都看不上她这哥哥 但是我不希望你也看不上我 更重要的 我不想做一个 连自己都看不上自己的人 所以 就这一回车上了 别让着我了 咱俩公平竞争一次 成不 成 走 别睡觉 走 好 我 笑 你 咱俩 小燕 你別忙了 快坐下歇會兒 沒事兒阿姨 我不累 媽媽我回來了 紅蓮你回來了 我來吧你回去吧 那行 阿姨那我先走了啊 對了紅蓮 我這兒有兩張電影票 星期天晚上 麥花姑娘重映 你看要不跟我一塊兒去看吧 麥花姑娘啊 我可聽說這個朝鮮電影票特別難搞 說所有的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紅蓮 難得小燕這麼用心 你就去看吧 咱們出去說 行 阿姨再見 來 去嗎 這票你留著吧 這段日子謝謝你對我媽的照顧 這是給你的 這什麼呀 這幾天你送來的東西我算了一下 大概是這些錢 你拿著 你拿著 我爸打小就教育 我不能占別人便宜 你點點 不用點了 這幾天 謝謝你 是因為 不是 你別多想 我先走了 紅蓮 星期天晚上 店員門口 我會一直等著你的 你媽這輩子啊 沒過過幾天舒坦日子 死了就死了 就是放心不下你 你膽子大脾氣倔 不管不顧的跟你爸一個樣 你爸呀就是吃了大虧 更何況 你還是個姑娘 媽您別說了成了 你知道 你媽這輩子為什麼這麼命苦嗎 為什麼呀 嫁錯人了 那媽您怎麼能這麼說呀 爸有哪點對不起您的 不是對不起 這結婚生子居家過日子 你現在不懂 媽那會兒啊更不懂 但是小葉這孩子 人挺好的 家裡條件也好 他爸是副軍長 他媽是天傳口的 我爸沒什麼本事 身體還不好 都幫不上你什麼忙 您就別操心了 船道橋頭自然直 算說了我還小 也不小了 你得認真考慮一下自己的前途 當初我不讓你跟齊天來往 就是為你好 你看現在 有兩個人對你都好 怎麼選擇啊 你自己得把握住了 你自己得把握住了 我說話你聽見沒有 哦 對了 你知道賣花姑娘嗎 知道啊最近特別火 你 你看過了 沒呢聽別人說的 怎麼突然說這個 沒什麼就隨便問問 聽說勝利電影院星期天會放 你知道嗎 怎麼你想幹啊 想不過票特難買 聽說只有你們大院都會發 你有嗎 聽誰說的 就他們閒聊的時候我聽了一嘴 要不咱們一塊去看看 沒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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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料了 醋溜白菜 姐 咱們家有那賣花姑娘電影票嗎 沒有啊怎麼了 沒事 我聽別人說 可能會跟我們大院留一些 我去問問你 我們現在呀 也只是住在大院 沒人想出我們的 你要電影票 是為了跟賀洪林看那影嗎 誰跟你亂講 一天天亂傳閒話 吃蛋 你不要以為我什麼都不知道啊 病場那些事啊 我早就知道了 你要不問問國華有沒有 春生 姐知道啊 你一直有主意 不用姐操心 但是這事呢 姐還得提一句啊 我們身上這軍裝 隨時都有可能脫下來 再穿不上去了 如果人家是看上咱們的這軍裝 那我全能 姐 別說了 我明白 知道就好 吃吧 一會兒啊 這兒給陪爸送去 我上次見到他 他清醒的時候 又比糊塗的時候少了 你見到他也別叫他了 就這麼糊塗著 也挺好的 好 春生 有空嗎 帶你去個地方 這是 這是 這是我爸住的地方 你爸 走吧 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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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春生 葉參謀 是 這是什麼地方 報告首長 這是您的臥室 胡鬧 我的臥室條件為什麼這麼好 我說過多少次了 官兵一致 現在是戰爭年代 一切從簡 你們就是不聽 對不起首長 是我弄錯了 這不是您的臥室 這是作戰指揮室 我弄完一張床進了 方便您累的時候 可以隨時休息 馬上換成行軍床 是 部隊線的位置 錦州東北四十公里處 叫馬家鋪子 你 這位是 我是 報告首長 他叫賀鴻林 是新來的華武員 同時也負責議店 人看著挺機靈的 不知道工作上機不機靈 首長放心 賀鴻林 是員一一五師 通訊訓練班的高材生 那太好了 葉參謀 你和小賀同志合作 通訊任務務必要完成的 精準迅速 明白了嗎 明白 這是 我爸 他 他在鎮長上受了傷 孝兒大了 老毛病就犯了 一陣明白 一陣糊塗 這樣啊 進去吧 銀幣 爸 銀幣 沒事啊 爸 爸 沒事啊 爸 沒事 爸 淳生啊 爸 您醒了 我怎麼了 我怎麼什麼都記不住了 這姑娘是 爸 這是後鈴 我朋友 叔叔好 我嚇著你了吧 沒有沒有 淳生 你帶個姑娘來 也不提前打個招呼呢 你說我這兒多亂啊 沒事 挺好的吧 來 放大鏡 總工時間定了嗎 上一次會議 時間已經定下來了 二十四日凌晨兩點 嗯 現在對時間 對 是 嗯 情況大約就是這樣 嗯 時好時壞 清醒的時候 需要有人哄著 糊塗的時候 需要有人看著 叔叔這樣 大概多久了 一年了 那真是不容易啊 都習慣了 今兒帶你過來 也是不想瞞著你 電影票的事兒 電影票的事兒 我在弄 但不一定能成 畢竟這麼多年 我爸那邊 該散的也都散了 肯定是沒法像葉叔那樣 再護著一家人 你之前跟我說 我很快就能實現我當兵的夢想了 當時被國花打斷了 沒說完 我和我姐 雖然都住在大院裡 但情況跟你差不多吧 當兵的事兒 我不知道還能不能去 什麼時候能去 我也在等 你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我警察 我親愛的事兒 沒有在想他 沒有在想他 當然 你覺得沒有人 我沒有在想他 兵器 不是 我和我姐虽然都住在大院里 但情况跟你差不多吧 当兵的事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 什么时候能去我也在等 他爸是副军长 他妈是尖船口 这么好的条件没有用之度 这一夜北京城里四个年轻人 同样夜不能没 贺洪凌从未想过 看起来朝气蓬勃的萧春生 竟面临着和自己同样的困境 萧春生把一切向贺洪凌和盘拖出 在等待着贺洪凌的判决 贺洪凌最终没有出现在电影院 叶国华明白 在这场和萧春生的较量中 她似乎已经输了 童小梅一直犹豫着 要不要告诉萧春生 她就是那个书库女孩 但母亲的催促更让她心烦意乱 小梅 很晚了 别看了 明月儿 你也不不一家人 要来家做客 早点休息啊 知道了 妈 今天学会了吗 还行 反正就要怎么样 当然好了 你回去练十遍啊 还有 你那个泡水的 但是手要太直 弯一点 你再长一遍 别穿得很漂亮 多说不好意思啊 教练 放心吧 我肯定回去好好练 好 我先走了 那我也走了 再见 再见 再见啊 教练 再见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刚才那套游泳动作怎么样 我哪儿懂啊 问你那男教练去 这小样 那个天哥今儿怎么没拉 打他干嘛 不是 我是觉得天哥这两天那肯定有状况 来我们这儿吧 就知道游泳也不知道累 我知道了 是因为那谁吧 谁啊 你不知道 冰厂商那俩人可都追到他们家了 贺宏林明显对萧春生更有意思 这 那俩人算个溜啊 不就仗着家里头横点吗 怎么了 那天哥知道吗 知道 怎么说 说了 叫咱们这帮闲人啊 冰馆 那 那看来 贺宏林这娘们儿 这有点门的 挺会招人 赵小花 你怎么现在说话这么难听啊你 这都是 我说什么了就难听 我说什么了 你心里是不是对那娘们有意思 你这么维护她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跟你说着啊 我懒得搭理你 我去找教练好好练动作 走了 哥 我今天回不对了 妈约好的今天去佟伯伯家做客 你别忘了 可以 前面 这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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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留名都不敢站出来啊 小哥 萧春生没在家 一大早就出去了 上哪儿啊 听说是找灵东去了 还真会找地儿的 佩哥 你要真想收拾萧春生 我有一招 你说这消息辞的是吗 绝对辞的是 隔周一次 星期天雷打不动 是 天哥说过这事 你相续说过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憧憬着长大后的样子 阳光暖暖的呵护他发芽 波光灵灵中生花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上面写一个蓝色故事 故事里面有我们的模样 你在讲我在听 感觉下什么都放在你 愿岁月对你温柔一带 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 愿未来对我慷慨这片海 一起看潮落潮来 愿热爱温暖所有的等待 哭着笑着巍巍到来 愿世界一如既往的青菜 蔚蓝的光洒向那片海 愿岁月对你温柔一带 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 愿未来对我慷慨这片海 一起看潮落潮来 愿热爱温暖所有的等待 哭着笑着巍巍到来 愿世界一如既往的青菜 蔚蓝的光洒向那片海 我在海边冲下一颗种子 冲进茶长达后的样子 阳光暖暖的呵护它发芽 波光玲玲中生花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上面写一个蓝色故事 故事里面有我们的模样 你在讲我在听 你在讲我在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